老泽 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呢 是啊 也奇怪 你看以前不让人生 搞计划生育 那些人反而要真的要生 而且一生就是一窝一窝的 三四个 四五个 五六个 现在是放开政策了 鼓励这些人去生 这些人反而不生了 到底是时代变了还是怎么的 难道是人间清醒了吗 可能是吧 反正以前生孩子出来了 大家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吵吵闹闹的 大人 老人 孩子都能够在一起 那些孩子养到几岁了 就可以帮忙做家务了 就可以帮忙种地了 干活了 反正一家人其乐融融 挺有幸福感的 但是你现在生一个孩子 你就头疼了 孩子要不听话 可能大人要出去打工了 把孩子留在乡村 跟着老人 跟着爷爷奶奶做留小儿童 留小儿童 那个性格要有缺陷 要不听话 整天就知道玩游戏 还打人骂人的 你说头疼不头疼 关键是现在的孩子 你养得到读书出来 你一回就完成任务了 你还要给他买车买房 帮他结婚 结了婚他生了孩子 你还要帮他带 总之就是一个字 累 主要的还不是这些吧 只要是以前 你要是孩子生病了 你到附近那个村里面 找个老中医给你把把麦 开点那个炒干啊 树叶啊 回去熬点汤 喝一下 也不用多少钱 很快就好了 你现在有个感冒发烧 你都得去那个大医院 啊 过几遍那个 啊 所谓先进的仪器设备 花一大笔钱不说 还不一定能看好 啊 还有啊 以前你读书上学 啊 究竟啊 大家人人平等 啊 你现在读书上学 你没有学区房 还不行的吧 那你学区房 也不是人家都买得起的呢 是不是 最主要是以前 人多了 你没有地方住了 地方不够住了 你可以随便找个地方 啊 自己去搞一些 啊 砂石啊 砖头啊 就可以盖起来一个房子了 现在啊 你要是没有地方住 你想盖房子 还不行的哦 你看我这个 自己家的老房子 从小在这里就长大了 现在这个房子塌了 你想穷建的不行 更不要说你要去新建一个房子了 哎呀 你说要想让人生孩子 这个配套设施要跟不上 这些人也不想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受苦受累呢 对吧 要想让马跑 要不想让马吃草 这可能就是这些人不想生的原因吧 啊 这是原来的